那么的确发现了部分免费发放的保供物资存在质量问题 主要是生鲜食品存在质量问题 那么对于疫情期间发现的相关违法行为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会坚持从严从快的原则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那么如果大家发现了相关的问题 也欢迎各位市民拨打12315或12345市民热线 反映问题监督举报 谢谢